我们往下来看第四个计算 关于资产组合预期收率和标准差的计算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算什么 一个资产组合里面 我有非常多的资产 那么这个里面提到两个资产 那么这些资产他们对应的收入率 分别是R1和R2 那么R1对应的权重就百分比嘛 就我假如说我所有的资产 我买了两个产品A和B 那么A它的收入率是百分之十 B的收入率是百分之五 那A它占比多少呢 它占百分之四十 就我拿我所有钱的百分之四十 买了收益为百分之十的A 百分之六十买了收益为百分之五的B 那我怎么算我这个所有整个买A买B 构建了这个组合的预期收率呢 我们通常是用百分之十乘以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乘以百分之六十 就收率和权重分别相乘 再把这两项加到一起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组合的预期收率 所以它同样也是分别相乘再相加 但是它跟我们前面学的不一样 前面什么 我一个资产 我出现不同的结果 每一个结果对应它出现的概率 分别相乘再相加 这个不是 就我买一个资产 我有A和B两个资产 那A它对应的收率是这个 它出现的这个 它的占比权重对吧 我大概百分之四十的资产都买了它 它百分之六十的资产买了它 就要分别相乘再相加 虽然都是分别相乘再相加 代表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这是组合的 那么对应的组合的标准差怎么求 因为我们说标准差 其实就是方差的开根号 对吧 标准差就是方差开根号 所以这个标准差 我们首先要开个根号 那里面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 你可以怎么记啊 就是第一个资产 第一个资产假如说A啊 资产A它的这个收益率 跟它的这个权重 权重跟收益啊 假如说都是A 资产A的权重 跟它的这个对应的收益 对于收益率我求出来的什么 求出来的对应的这个 标准差 那么我用它的这个标准差 而且通常题目当中 会告诉你这个标准差啊 我用它的这个标准差 和它的这个权重分别相乘 然后用它乘完之后 是它们的平方 再加上第二个 比如说B对吧 第二个资产B 用它的权重 和它的标准差相乘 乘完之后开平方 然后再加什么 两倍 它们之间是不是有相关性 相关性可能为正 可能为负 可能完全不相关 那一般我们是算相关性的啊 相关性题目当中 会告诉你相关系数 然后呢 再用它俩的 就A和B方差相乘 A啊 A的权重和A的方差 然后B的权重和B的方差 再开个根号 整体再开个根号 就我们所说的这个公式 我们对应的 看一道题来看一看啊 首先来看这道题 那么某一投资组合 有两种证券组成 证券假的预期收率是8% 权重是0.3 证券已的预期收率是6% 权重是0.7% 那么问你这个组合的收率是多少 预期收率我们怎么求 这个组合里面 我就两种证券 那么证券假 它的预期收率是8% 权重是0.3 我直接乘就可以了 预期收率乘以权重 那乙呢 乙的预期收率是6% 权重是0.7 分别相乘再相加 我就算出来 它的预期收率是多少 6.6 所以答案就选A 所以你看 组合的预期收率 其实是最简单的一种计算啊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跟假设投资组合有两种啊 投资者有两种产品 可以做投资组合 一种是国债收率告诉你了 还有一种什么 银行理财产品 那你看 这个就是把我们所说的啥 前面 就我一个资产 我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每一个结果会有出现的概率 那这样的话 我们根据这个银行理财产品的这个说法 后面的这一段的说法 我们可以求出什么 银行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率 仅仅是一个资产对应的预期收率 它的预期收率是什么 每一个收率8% 和它出现的概率0.2 加上6% 乘以它出现的概率0.6 加上5% 乘以它出现的概率0.2 我们算出来的是什么 这个产品 这一个产品 它对应的预期收率 算出来结果是多少 6.2% 6.2 这一个产品 我对应的收率是6.2% 好 那我现在知道 银行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率是6.2% 我知道国债的预期收率是5.5% 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我40%投国债 我们当时权重 如果是构建投资组合 有国债有银行理财产品 怎么办 我们用收益率和权重分别相成再相加吧 所以这个里面 40%投国债 那就是40%的国债的收率是多少 5.5 对吧 5.5 好 再加上什么 60%投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率是多少 预期收率我们刚算过了 是6.2% 所以你看 这样是不是就把我们前面所学的 就是一个资产 我出现不同的结果 每一个结果对应的这个可能性 以及它的收率 分别相成再相加 和我们后面算的构建组合 权重和它的对应的 我们所说的收率 分别相成再相加 是不是不一样 结合到一起了 这道题你就很明确的看出来 它们不一样在哪里 所以算出来结果是多少 这个算出来结果是 5.92% 等于5.92% 好 我们再往下来看 那如果我100%投国债呢 那我就获得国债的收入率是多少 5.5倍 那如果我100%投银行理财产品呢 我拿到的就是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 6.2% 好 那下面一个就反过来 我60%投国债 那国债的收入率是多少 5.5% 然后40%投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的收入率是多少 6.2% 我算出来结果是多少 5.78 好 这样我们就把四个收入率算出来了 它问你哪个收入率高 这个是多少 第一个A选项的收入率是5.92% 那下面是5.78% A和D都5.几 包括B选项是5.5 最高的只有哪个 银行理财产品6.2 所以答案就选C选项 好 这是这道题啊 但是如果你考试当中遇到这种提醒 其实 你不算也能算出来 你也能直接选出来 为啥 因为你知道银行理财产品 这个你是必须要算的 是6.2 6.2跟5.5 只要他俩 就是有各种权重混合到一起 就我构建了银行理财产品和国债的这个组合 那他俩构建组合的这个总的收益 一定是比6.2小 对不对 因为是百分之多少的5.5 加上百分之多少的6.2 所以结果一定比6.2小 无论你怎么去构建这个组合 那我只有全部同银行理财产品才是最大 所以其实你也不用继续往下算 算A跟D 其实你也能推出来 所以答案选C啊 但是如果你要是不太能理解 那你就去算一遍 好 但是一般我们考试的时候啊 就是你不一定有这个时间去算啊 你没有时间算的话 你就按照那个推理去推 其实很好推对吧 好 我们往下来看下面第六个点啊 第六个点让我们算什么 算标准差 终于来到了标准差啊 来看 某资产组合啊 它包含两个资产 权重是一样 权重一样意为什么 我有两个资产各占百分之五十呗 所以权重就各自都是百分之五十 好 资产组合的标准差是百分之十三 就这一个组合的标准差是百分之十三 然后呢 资产一和资产二的相关系数是0.5 资产二的标准差是百分之十九点五 问你资产一的标准差 我们说这个标准差 总的标准差是怎么求的 总的标准差是怎么求的 我们说首先要开个根号 对吧 根号下是什么呢 是权重第一个资产组合一 它的权重和什么 和它的标准差 因为我们标 资产一的标准差是我要求的 是不是 我要求的 那么它权重是多少呢 百分之五十 所以是根号下的 百分之五十 乘以这个是我们要求的 我不知道 然后加上什么 它们的平方 就括号的平方 再加什么 第二个资产的权重 乘以它的标准差 然后再平方 所以我对应的第二个资产的权重是多少 都是百分之五十 那第二个资产的标准差是多少 告诉你了 资产二的标准差是19.5 所以它乘以19.5 括号的平方 我们说这个公式的第三个是什么 两倍的相关系数 然后再什么 第一个的权重和标准差 和第二个的权重和标准差 对吧 所以我们再加什么 两倍的相关系数是多少 0.5 乘以0.5 再乘以什么 第一个的权重百分之五十 第一个的这个对应的标准差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求的 然后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第二 再乘以啊 再乘以什么 再乘以第二个的权重百分之五十 再乘以什么 第二个的标准差是多少 19.50 然后这个结果算出来是什么 我整个组合的标准差 13 所以在这个公式里面 大家能看到 就唯一不知道的是啥 我唯一不知道的就是第一个资产的标准差 所以这个公式通过数学的计算 我是可以算出来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最终算得的结果是什么 必选项 百分之十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如果你们去算这种 一元二次方程啊 你在算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一些学员计算能力达不到 你往里带数字 你往里带数字 一带结果就出来 你马上就知道对还是错啊 这样也会更快一些 好 这是个问题啊 答案选什么 选B选项啊 正常你们都是能算得出来的啊 好 往下来看第七个啊 说假设某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率是8% 标准差是0.15 那么同期国债的无风险收率是4% 如果利用该风险资产和国债构建 也就构建投资组合嘛 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投资组合 预期收率为6%的投资组合 问你这个 因为我是构建一个组合 要么我的钱投国债 要么就投这种风险资产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 我投这笔风险资产的 这个权重是W 那么那投国债呢 就他俩在一块构建100%嘛 所以就1-W 那这两个权重我就知道了呀 那因为我要构建的组合的收率是6% 所以我们说要想求这个组合的收率 我怎么求权重和对应的收率 分别相成呗 那你看这个资产的预期收率是8% 所以是8%乘以他的权重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国债的无风险收率是4% 国债你知道他的收率了 4%乘以什么 乘以他的权重 就1-W 等于多少 6% 所以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这只有W不知道呀 我代入是不是就可以求出W W是多少 50% 所以50% 他是50% 那1-他呢也是50% 对吧 所以对应的我就是50%和50% 大家选A 所以你看啊 如果我们去算一个组合的预期收率 包括标准差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不一定真的让你去求 组合的预期收率 组合的收率跟他的标准差 我有可能是利用这个公式 去求一些其他的数值 所以这种你要回算啊 灵活应用 好 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那么假设国债的收率是3% 同期某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率是7% 标准差是0.12 如果某投资者使用该风险资产和国债 构造一个预期收率为5%的资产组合 还是构建资产组合 那么则对应的权重分别是多少 因为我是要构建一个收率为5%的资产组合 所以我们要求权重的时候 我们可以假设嘛 假设第一个风险资产 它的权重是W 那国债呢 就是1-W 同样的 所以你看啊 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说 国债的收率是3% 乘以W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百分之 哎 这项资产它的收率是多少 告诉你了 这项资产的预期收率是7% 乘以括号 1-W 那等于什么 等于百分之五 这个组合的收率是多少 组合的收率 构建一个百分之五的收率嘛 那就是百分之五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只有W不知道 我们就代入啊 就你数学去算一下就可以了 算出来W是多少 百分之五十跟百分之五十 所以这道题也选B 同样的题啊 同样的考法 好 那这是关于我们所说的收益率的计算 我们要学会算什么 就一个资产 它出现不同的收率 有不同的可能性 我出现 比如说我可能是百分之五 出现这个的概率是多少 出现百分之十的概率是多少 出现百分之 二的概率是多少 我分别相乘再相加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资产 那么它的方差怎么算 用它对应的收率减去它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均值 对吧 期望收率对于一个资产来说 它的均值就是它这个 分别相乘再相加的那个预期收率的值嘛 然后呢 我可能知道它可能是百分之五 可能是百分之十 又可能是百分之二 那我看一看它的偏离程度 就是用什么 用实际的减去均值 括号的平方再乘以概率 再分别相加算出来结果 是吧 所以一个的你要会算 那如果构建投资组合呢 也是分别相乘再相加 相乘的是什么 就是它的概率 我构建组合 比如说我们教材里面给的 包括考试考的 基本上是两个资产 A B两个资产 它的权重是多少 我们知道A的权重 我们知道B的权重 然后我又知道A的收益率 对吧 我也知道什么 我也知道B的收益率 所以我们要分别相乘再相加 算出来就是组合的收益率 那如果要算标准差呢 那就变成什么 我要知道什么 我要知道A的权重 和什么A的标准差 然后它们的平方 再加上B的权重 乘以B的标准差 括号的平方 再加两倍的什么 两个的相关系数 听不通通常会告诉你 加上A跟它的标准差的成绩 加上B跟它的标准差的成绩 然后总共再开根号 就是这个组合的标准差 所以公式你要绘 好 然后我们往下来看 下面一个考点 关于正态分布的计算 正态分布的计算里面 我们要知道一些基础的概念 你比如说这个指的是啥 这个指的就是均值 而这个指的是什么 这个指的就是方差 方差啊 均值方差 所以我们要记的是什么呢 是后面的这个 就加减一个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均值 加减一个标准差 因为这个是方差 那这个呢 就是标准差呗 所以啊 加减一个标准差 是68%的可能性 加减两个标准差 是95%的可能性 加减2.5个标准差 是99%的可能性 我们在例年考试当中 考到这几个可能性 考的最多的是95% 所以你知道 大概加减 就是如果告诉你这个概率 你知道它加减几个标准差 你加减几个标准差的时候 你知道它对多少概率 这几个数值要记住 好 我们接转一下来看第九道题 那么商业银行外汇交易部门 针对一个外汇投资组合 过去250天的收益 进行分析 所获得的收益分布 是什么 是正态分布 那么问你这个组合的日平均收率 为0.1% 标准差是0.15% 那么则在下一个交易日 市场交易日的时候 那么这个外汇投资组合的日 它当日的收益 有95%的可能性落在哪里 它都告诉你95%的可能性 落在哪里了 大家能想到我们刚刚讲 95%对应的这个公式是什么 是均值加减两个标准差 对不对 均值加减两个标准差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知道 那均值是多少 这道题它告诉你了 说这个组合的日平均收率是0.1% 这就是它的均值 均值是0.1% 那加减对应的标准差 告诉你一个标准差是0.15% 那两个标准差呢 就这个乘以2是多少 等于0.3%呗 那0.3% 所以就相当于1%加减0.3% 算出来结果是多少 加0.3%就是0.4% 减0.3%呢 就是负的0.2% 所以它的结果就会落在 负的0.2%到4%之间 所以答案选哪个 选选选项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记啊 95%对应的是加减两个标准差 99%对应的是加减2.5%个标准差 那么加减一个标准差 对应的是68% 你要记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算法 我们再来看一道题啊 那么在这道题里说 通过分析过去三个月内英镑对美元的汇率 得到汇率的均值是1英镑等于1.64美元 那么汇率波动的标准差是250个基点 那么假设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波动 基本符合政态分布 预期在未来的三个月内 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有95%的可能性 就我们说考的最多的就95% 95%是什么 均值 加减什么 加减两个标准差 好 均值是多少 有没有告诉你 告诉了 说汇率均值是多少 1英镑等于1.64美元 所以均值就是1.64美元 好 那加减两个标准差 我们要知道标准差是多少 标准差是250个基点 其实基点代表什么 其实就万分之一 万分之一就相当于0.01 0.01% 是吧 万分之一啊 所以250个万分之一呢 你往前再推四个小数点呗 就相当于是 0.025 对吧 0.025 好 这是0.025 这个就是基点啊 你以后要知道基点 其实相当于是万分之一啊 所以这个就是 它对应的标准差 就是250个基点 相当于0.025 那两个标准差 因为我们要加减两个标准差嘛 它相当于什么 0.05 0.05 所以就相当于1.64 加减0.05 如果1.64加上0.05呢 那就是1.69 直接加呗 那如果减去0.05呢 那就相当于1.59 对吧 所以是1.59到1.69 如果1.59到1.69 那哪一个 1.59 1.69 所以单选那个选 B选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加减一个标准差 它对应的是多少 加减两个标准差 对应的是多少 加减2.5个标准差 对应的是多少 你要学会 好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把第一章的 计算的这一部分内容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在整个第一章里面 需要大家掌握的是什么 持有期收率的计算 持有期收率怎么算呢 用总共挣得的钱 比上期出投入 或者你也可以看成什么 期出的成本是吧 那总共挣的钱 分成两部分 买卖之间的差价 还有什么 股息 那两部分 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关于预期收率的计算呢 预期收率的计算 其实我们学的 比如说像我们学的 就是一个资产 它出现这个不同的收率 比如说出现这个收率 A 这个是一个可能性 出现的这个收率 可能是B 这种可能性 也可能出现的是C 这种可能性 那出现这个收率为A的 这种可能性的概率 可能是50% 出现它的概率 可能是40% 出现它的概率 可能是10% 那我怎么算 这一个资产 它出现A B C 三种结果 三种收率 对应的这个可能性 分别不一样 我怎么去算这个资产 它的最终的预期收率呢 分别相乘 然后再把这几个 相加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 预期收率的计算 那对应的 如果我们把预期收率 算出来之后啊 我算出来一个均值 其实预期收率 就是我的均值嘛 如果我算出来 这个值是E 对吧 那我的方差 对应的这个资产的方差 怎么求 因为我们知道 它有ABC 三种收率的结果 所以我就A 减去均值E 括号的平方 再乘以它可能 出现的概率 50%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 加上我们所说的 这个B 对吧 B 它偏离均值 A呀 B呀 对不对 它偏离均值的 这个程度 减去这个均值 括号的平方 再乘以它出现的概率 40% 然后如果是C呢 C是不是也是 C我偏离均值的 可能性 C啊 然后减去这个均值 括号的平方 再出现 乘以它出现的可能性 10% 这是我们所说的 方差的计算 单个资产啊 那如果我变成了组合 我该怎么去算呢 如果我是组合的预期收率 如果组合 我一般构建两个 就我构建一个组合 我买A资产和B资产 那么A资产的收率是多少 假如说是5% B资产的收率是多少 假如说是6%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它俩的权重 我所有的钱 我40%买A 60%买B 对啊 这个是权重 这个是收率啊 权重跟收率 那我该怎么算 它们这个组合的预期收率呢 分别相乘 再相加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对应的 我算出来这个结果 有一个结果 然后我怎么去算 这个标准差 标准差我该怎么算 对于组合的标准差 怎么算 我要用组合的权重 比如说A 它的权重是40% 对吧 乘以什么 乘以A的标准差 括号的平方 加什么B 它的权重收到60% 乘以什么B的标准差 然后呢 再括号的平方 然后再加上什么 两倍的 两个的相关系数 题目当中 一般会直接告诉你啊 然后再是A 它的权重 A的权重 是40%啊 跟它的标准差 再加上什么 B的权重60% 跟B的标准差 这个是相乘 然后我再总的 再开根号 就是它的标准差 所以我们要会算 资产组合 它的预期收入率 和标准差 分别是怎么算的 然后对应的 你去做几道题啊 题目它有的时候 不一定会考的 这么简单 直接考 它有可能把很多的问题 综合到一起考察 所以你去练几遍题目 你知道 我换一种方式考 其实还是考项的公式 只不过换一种形式 就是相对新一些 去考 你也会能算得出来啊 那正态分布 我们主要知道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标准差 加减 对应的均值 加减一个标准差 然后加减两个标准差 加减2.5个标准差 它们分别对应的概率是多少 在考试的时候你会算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一章 涉及到的五种计算 要求大家掌握的 那好 我们第一章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今天我们查看 我们下一个标准碟来融一下 我们下一个标准的标准 我们下一个标准重感 我们下一个标准了 我们下一个标准的标准的标准 我们下一个标准的标准